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甲乙丙三顆金屬球 乙之甲可與乙丙相吸 甲的話可以跟乙丙相吸 然後乙丙會互相排斥 則怎麼樣 這乙丙會互相排斥的話 代表這兩個帶同性電荷 那它會跟它相吸的話 有可能它跟它是異性的 異性會相吸 或者它根本不帶電 為什麼它不帶電它還能夠吸它呢 理由是這樣 比如說它如果帶正電的話 它不帶電的話 因為它是金屬球 裡面的電子可以自由移動 所以它如果帶正電荷的話 它護電荷會被吸到這裡 這裡呈現正電荷 因為護電荷靠正電荷比較接近 所以吸引力比較強 排斥力比較弱 所以它們會互相吸引 也就是說它一定有帶電 因為這兩個電荷是相同 一定有帶電 它嘛 要嘛就是跟它是互相異電 要嘛就是它不帶電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看A選項 它說甲球不一定帶電 這個對 甲球可能不帶電 有可能跟它帶的電荷是異性 跟它是異性 這兩個是同性 這是異性 這是異性 所以A選項是可能 B 乙球一定帶電 這個對 這兩個都一定帶電 B也是對 上看C 丙球與乙球必帶同性電 這個對 這個兩球一定是帶同性電 上看D 甲球與乙球必帶異性電 甲乙一定是異性電 不一定 有可能不帶電 這不一定 上看E 甲乙兵三球中必定有兩個帶異性電 一個不帶電 這個錯 一定有兩個帶同性電 另外一個的話 可能不帶電 可能跟它們是異性 所以E也是錯 所以答案應該選ADC